金党地位王定宇骂刘德华没共 大体铁板还炸出核弹机爆料 知名狗仔葛思琪po出截图 说王定宇半夜传讯息给神秘女子 说我想要你 还带着女子和蔡英文吃饭 虽然王定宇回集是批图造假 还要开告 那日葛思琪周末离开两场直播 激动开枪 王定宇我们找一个关公鸟 我们来发毒誓 如果造假捏造 我全家死亡 持生不得好死 我就问你敢不敢 不只要在神明面前发毒誓 葛思琪还加码秀出更完整对话 左边这边空了一段 是对方的回应 叫做你有喝酒吗 我想要你 你有喝酒吗 没有 9点44分 哦好吧 一直断讯到两个小时又12分钟 突然打来一句话 我想要你 这三个小时你都在想他 绝对不是批图 百分之百是真的 朋友涌入王定宇语点书 问我想要你是什么意思 没有想到王定宇亲自回应 去法院的意思 还通过已经提出刑事告诉 而虽然王定宇也晒出一张 疑似葛思琪的line截图反击 说葛思琪承认自己造假 但马上又被葛思琪打脸 我的line的头像是一只狗 你偏偏没有我的line 没有我的头像 所以你最简单就直接到我的脸书上面 抓我现在脸书上面那个头像 你的功课都不做啊 葛思琪向王定宇这是他管定了 并预告现在都只是开胃菜 而之前通骂王定宇的邱里宽 也化身吃瓜群众到直播留言 名嘴分析王定宇现在被大出征 都是因为脚踩天王 让大家看不下去 动到这个所谓葛思琪先生 肯定是娱乐界的人是有不满 就硬要来秤以为可以这样收获一波 结果没想到自己踢到铁板 刘德华在中港台 是有口戒备的艺人 你去找这种优质艺人 去踢到铁板 那不是理所当然 王定宇一句刘德华密贡 引爆各间怒火 群起跑轰 超强后座力 恐怕让这把货还要烧很久 谢谢王陈珍采访报道